下一個要介紹的就是有關於食品的保存 食品的保存 就是我們要把食物保持下來 讓它不會壞掉 不會腐敗 烂掉 好,我們台灣的情況比較 我們台灣的高溫 炎熱 潮濕 所以呢,東西很容易就會氧化 就會壞掉 會變質 所以呢,對我們台灣人而言 食物的保存也變得非常的重要 否則食物就壞掉了 微生物分解啊,什麼什麼之類的 那我們有哪些方法可以幫我們保存食物呢? 保存食物呢? 那我們有一些方法 我們就介紹大致上談一下這些方法 第一個就是密封包裝 密封,把它封在裡面 讓外面的氧 外面的細菌不會進去 最好可以把它抽真空 然後呢,就會徹底的隔絕氧氣的作用 所以會有一些真空包裝的 不然就是灌一些不太會作用的氣體 譬如說,充蛋包裝 充滿了氮氣 那氮沒有什麼活性 然後呢,沒有氧氣 所以它可以活得很好 活得很好 它就密封 然後呢,避免它被污染 避免抑制為生物的生長 然後呢,就算我剛講的話可以充蛋 或者是 我裡面加了一個脫氧劑 脫氧劑 好,脫氧劑 照片上就是這個一般常用的脫氧劑 通常裡面是鐵粉 為什麼是鐵粉? 因為鐵會怎樣? 氧化 鐵會氧化 所以就會去跟氧作用 它鐵的活性也還算OK 它會一直搶 空氣中的氧 然後就把它氧氣消耗掉 所以我就在這個包裝裡面 放一個 這個脫氧劑 脫氧劑 然後呢,把這個氧性弄掉 上面通常都會告訴你不要吃啊 當然是一個don't eat 不能吃啊 不過說實在,吃下去也沒關係啦 吃下去也沒事啦 就是 吃下去 然後跟鹽酸作用產生氫氣而已嘛 然後最後打開嘴巴 噴出氫氣,點火變噴火龍 真的假的 當然是假的 但是 我是說其實吃下去也OK啦 也OK 反正它就是鐵粉 它就是鐵粉而已啦 所以沒有什麼毒啦 吃下去也不會怎麼樣 頂多就是 頂多就是 那個肚子稍微有點怪怪的而已 當然OK啦 反正就是 重點就是 重點就是 脫氧劑的成分是什麼? 我們教的脫氧劑成分叫做鐵粉 然後讓它去氧化 讓它去氧化 然後再來就是乾燥 脫水乾燥 因為生物的生存會需要水 所以如果水太少它就活不下去了 所以就可以抑制微生物的生長 抑制微生物的生長 脫水乾燥 所以我們會放一個乾燥劑 脫水 乾燥劑有很多不同的層分不同的做法 一般常見的東西有兩種 一般常見的有兩種 一種是裡面放的氧化乾 對不起氧化乾 氧化乾 另外一種呢是放的矽膠 就是塗照片的右手邊這個 SI 什麼silica那個 矽膠 不過通常放矽膠的時候 還有人會裡面再放一點點的 氧化雅菇還是什麼之類的 為什麼? 因為矽膠是透明無色的 吸水前透明無色 吸水後還是透明無色 你就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什麼事沒有 所以有人會在裡面加一點 比如說氯化雅菇 沒有吸水的時候是藍藍的 吸了水之後變成紅紅的 你就知道他已經吸過水了 他已經吸過水了 所以矽膠 有人會再加一點別東西 做的告訴你說他吸了水 這是常用的 就記得我可以脫水 矽膠可以拿到脫水的用途 再來就是冷凍冷藏 因為我們前面教過溫度會 改變反應速率溫度比較低 反應速率比較慢 所以呢我們就可以冷凍 冷凍理論上要降到零下十八度以下 那冷藏呢就是四度 四度或四度這樣就可以了 那他低溫然後他反應速率慢 就可以保持比較久 但是只是他保持的比較久 保存比較久 放到冰箱的東西是比較慢一點會壞掉 不代表他不會壞掉 你放到冰箱裡面放個半年 他照樣該壞的還是會壞掉 還是不行 他只是比較慢而已 所以呢冰箱的保存 不是他確定他保證不會臭身體 他只是比較慢臭身而已 所以也不能放太久 注意一下冷凍要零下十八度 注意一下冷凍要零下十八度 就是冷凍跟冷藏 那來保存的方式 就是我們這邊所介紹幾個保存方法 有問題嗎 沒有 除了剛才這些保存方式 還有所謂的醃漬 醃漬就是加糖加鹽 加糖加鹽 醃漬吧 什麼果醬啊 什麼鹹魚啊 這個應該跟妳們生物念過什麼 那個所謂的那個滲透壓之類的關係 所以就因為很多糖很多的東西 它就會脫水的現象什麼之類的 所以讓它能夠保存起來 像我們的果醬啊 臘肉啊 用大量的糖或者是鹽巴去醃它 讓它裡面會脫水 這是你們學過的滲透壓 然後脫水它就會死翹翹 然後就不亦繁殖 所以東西會保存得比較久 的醃漬的方式 然後再來就加防腐劑 或者說加所謂的抗氧化劑 可以讓它沒有腐敗 你們對防腐劑都覺得 啊 防腐劑好插進口 這化學東西啊 我也有所謂的天然的 天然的防腐劑 那我會提到 防腐劑 用來所謂的抗菌啊 抗煤啊 或者抗氧化劑 就是讓它減少氧化作用 這個照片裡面 框框框起來的什麼 脊餓西酸甲 哇 或是防腐劑 其實很多東西裡面都會加啦 都會加 因為如果不加它都很 它就壞掉了 它就壞掉了 那這個 脊餓西酸甲 當然是所謂的人造的 人工的啊 但是呢 還有些天然的 像這個 維他命E 維他命E 維生素E 這些裡面 你可以看到那個 上面就會寫著 用天然維他命E 做抗氧化劑 抵抗氧化 好 因為維他命 就是抗氧化作用 然後呢 所以有人會說要吃 維他命E 讓你身體健康 精神愉快 長命百歲 那為什麼要吃油呢 因為它是脂溶性的 它是溶於 它是脂溶性的 所以我那個 那個泡麵油炸的嘛 油或油 所以裡面就加了 維生素E 來幫助你抗氧化 幫助你抗氧化 好 抗氧化 所以維生素E 是有抗氧化劑 抗氧化劑 好 脂溶性 所以都要用在油脂裡面 好 保存期限 就是我們現在 人都有這個觀念 買東西 就要看保存期限 我女兒就 每一次就喜歡看它 然後 對 她看 然後就覺得 就是 過期就不要 或是怎麼樣 或是不要 所以 保存期限 就看一下 欣賞一下 上面的 理論上按照規定 你上面都應該有標示 標示到保存期限 我們會建議你 過期的就不要吃它 用它 免得它壞掉了 免得它壞掉了 免得造成傷害 就看它一下就可以了 這很簡單 小試一裝 請問 有人有問題了嗎 沒有 很好 請寫客廊練習